您陳學 91.20金幣 哈囉各位T卡試車頻道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午安啊,我是官人 沒錯 die,今天又輪到我試車 市店位高齡就比較有記憶 因為德哥剛好飛到海外去試駕 那他出國前有跟我講說一定要叫我來試這一台 擁有30年前的經典復刻的後驅車款 沒錯就是我身旁的這一台小改款的得利卡 這基本上對很多人來講應該都有非常有記憶點 尤其我們以前小時候做那個幼稚園的娃娃車 就是這一台改的 那麼這一次在2019年呢 他推出了小改款的車型 到底又有哪一邊不一樣呢 又有增添了哪些配備呢 那現在呢我就帶著大家一起來看一看 首先呢我們當然是先來看一下車頭的部分 車頭的部分其實說真的他整個輪廓看上去 我們第一印象是反映說他就是一台得利卡沒錯 只是有一些小地方來做修改 比如說像這個頭燈是一台分離式的 什麼分離式呢 上面這個是日行燈 中間是遠近燈 在旁邊天天還有方向燈 最下面的是保桿這個位置是有一個霧燈 其實這個分離式呢也算是為了改而改啦 那好不好看大家自己心裡有素 那全部都是魯素燈包 不會有LED的設計 那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這一次試駕的車款呢 是五速自排的車款 不是手排 是五速的自排車款 他的這個是頂規級的 他的自排就是最高規格的 所以售價是78萬 那我們再看一下車頭呢 這邊這個保桿這邊呢 有一個像呈現一個X型的字樣 也是這一次改款的一個比較大的特徵喔 那基本上比較沒有什麼實質上的功能喔 那我們從看到側邊來看呢 可以發現說這個得利卡的後照鏡其實非常非常的大 再大一點我們看起來就會像公車一樣喔 那這個後照鏡呢 其實他是有支援電動調整的喔 所以不需要說有看到一些問蔣大哥 會把手伸出去來去喬這個位置 其實在車內呢 就可以做電動的調整 稍待一下呢 我會帶大家一起來進去看看 那其實看到車側的造型啊 其實就跟先前小改款之前是差不多的設計喔 所以基本上他的變革沒有太大 那加上這一個算是深藍色吧 這個深藍色的設計呢 他只有一個好處 耐髒 髒的看起來也不會比較髒 所以這個是他的特色 那可以看到這個輪胎呢 唉唷 這輪胎上面剛好因為車廠還有 幫我們把車子弄乾淨上一點細油在上面喔 這個輪胎是14吋的這個輪胎喔 那他的輪框呢是採用一般的輪框 看起來就是樸實無華喔 但哭不哭躁你們自己決定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特色 但是他的煞車系統呢 是前面是採用碟式煞車 後面呢則是古煞的設計喔 那懸吊呢前面是扭力感式的獨立懸吊 後面呢則是採用葉片式的彈簧 那後面這個葉片式的彈簧呢 是由六片的葉片式彈簧來做主持的喔 那為什麼要有這樣子的設計呢 原因就只有兩個 一它的這個結構簡單可以創造更大的車室空間 第二呢就是它的載重可以比較重 如果是一般的這個避震器的話 是沒辦法承受到這麼大的重量 那另外也據了解啊 這一次的這個葉片彈簧的這個彈簧棒數呢 也比上一代來的更加的硬 它那個K數呢也比較高一點 所以呢整體呢 它的這個支撐性呢會更好一點 那我們回頭來看一下說 這個兩側呢 這個德利卡兩側都有這個側滑門喔 這個側滑門其實開起來也沒有 這個都沒有電動喔 這個以這個價位商用車的這個格局來看 它都沒有電動的滑門 那兩邊都可以做這個滑開的動作 所以上下車其實很方便 我不一定說通通只能集中在一邊 那麼因為呢它是233的8人座相車車型 那要怎麼樣到第三排後座呢 一律都只能從右側這邊上車喔 那從右邊這邊上車很簡單 我們只要把這個椅背向前傾倒 這邊還有一個拉桿 我們只要輕輕一拉喔 車子往前翻 其實就可以走到第三排的後座去 那這一次呢 它的這個皮質的這個座椅啊 用的右上的是這個透氣皮的座椅 在發泡煤的設定呢也比上一代呢 來的舒適許多喔 那我先 等一下再上車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先往後面來看一下 這一次德利卡在 尾門的部分有沒有一些什麼改變 啊 走到後面 應該就沒什麼改變啦 因為大家也看得到 這一次德利卡這個尾箱的設計呢 其實跟上一代算是大同小異喔 那可以看到說 後燈啊 還有後方燈也全部都是 傳統的魯素蹲拋 那這邊還有新的一個 多添加了一個反光的貼片 然後呢 中間呢有一個 德利卡的這個車型名牌 另外呢 也有後檔這邊呢 也有一個雨刷的設計 那另外在這個 後保桿的下方呢 還有一個倒車雷達喔 那打開尾箱 電動尾門是不可能有的喔 所以這個 要關的時候可能就要 要用一點力氣喔 那上面有兩根油壓頂桿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233的這個 八人座的乘坐空間之外呢 其實它這個後箱呢 空間是非常足夠 到底有多少 我沒辦法告訴你 因為這個廠商呢 這邊是沒有給數據 但是它給的是一個 比較另外一個數據 是它的承載重量 也就是說在這個後箱之間呢 它可以承載860公斤的重量 來足以8個人加860公斤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非常 載重能力非常強的一台車子喔 那第三排座椅呢 還能夠在做傾倒呢 來或者是拆卸呢 來營造更大的這個車室空間 OK那迅速的看了一下外觀 我們就上車來感受一下 這一代的得利卡 到底又有在內裝裡面 又有什麼一些不同的東西喔 OK我們上車來看一下 等一下 先把車子發動一下 因為現在外面真的很熱喔 咦 這樣子要死了 來一樣喔 剛看到了沒有Keyless 因為這個等級基本上也不太會 跟你配備一些比較高科技的東西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方向盤喔 其實我們看到說貨車的方向盤 大家會有疑問說 為什麼貨車的方向盤 相較於一般我們轎車啊 或是SUV 它的方向盤為什麼比較平一點 轎車的比較垂直一點 主要呢也是在於說 因為貨車的載重比較重 它必須在這個操控上面呢 在轉動方向盤的時候 要需要比較好的施力點喔 那相較於垂直 比較垂直面來講 越平的尤其像公車 或者是我們看到的貨櫃連結車 它的那個方向盤幾乎都要變成 這個平行面喔 所以這個部分的設計呢 在跟一般的車輛來講 是比較不一樣的 那另外呢 這副方向盤呢 當然後面是不會有換檔撥片的 它是五數字牌 可是呢沒有換檔撥片 好處呢是它有一個 是不一樣的 現在我們在1個字幕 都很在1個字幕 我一定會不做到 一沒有 不一樣的 我是不一樣的 在2個字幕 都是抗消化的 我愛你 不一樣的 這副方向盤 也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是沒有 直接用現場音碼 再用現場音碼 喂喂喂 不好意思 剛剛設備上出了一點問題 這個我們回去會再檢討一下 不好意思 我們回到德里卡車內來看 除了這個方向盤 只有做兩項的上下調整之外 沒有換檔撥片的設計 但是在方向盤上面 有兩個還不錯的功能 一是你的多媒體 也不算多媒體 就是它的音響系統的聲音大小 在你的左邊 另外還有定速的按鈕 在這個方向盤的右側 那這個定速 就只有純定速 並沒有跟車 所以如果你要開啟這個設定的話 基本上你還是要再注意前方車框 其實有跟車你一樣 還是要注意在前方車框 但它真的是只有單純的定速功能而已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儀錶板 儀錶板的設計 是打用雙環的儀錶板 攝影師幫我拍一下 其實這個就是雙環的儀錶板 中間還有一個 這個液晶的單色的資訊目 它的資訊目調整 在我們左手這邊呢 可以針對這個水溫啊 里程啊 然後還有一些 其他的這些車輛資訊 都可以在中間 這液晶螢幕來做觀看 那比較特別的是 它還有一個胎壓的偵測 那只要在發動之後 行進一小段之後 它就會把這個四個輪子的胎壓 給顯示出來 那為什麼要有這個呢 其實很重要 因為這個得利卡 基本上大家都拿來載運東西 那東西基本上 越重的話 這個對於胎壓來講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這一點的話 在胎壓上面真的要顧一下 這也是跟運講大哥 一些小小的建議啦 那另外我們再看到中控座 很不一樣 應該說是很傳統的這個中控座 空調的旋鈕 全部都是用旋轉的 不是像我們用那種按壓式的 那當然是只有採單區的設定 不過這個旋轉的好處就是 你只要用久用習慣 大概轉到哪裡 你就知道說到哪邊了 不用像說按一按 還要看一下說 我現在調到幾度 那這個是比較傳統的設計 那中間這個就是警示燈 那其實它有很多的儲存的空間 這邊也有一個 下面還有兩個 當然沒有中控的液晶顯示幕 那通常是採用這個 CD pair的音響系統 那這個比較老舊一點點 甚至有一些年輕人 甚至都沒有看過這個東西 到底要怎麼用都還不確定 好那我們再往後看一點呢 其實這邊有一個很大的 還是一樣有很大的置物空間 置物空間前面這個USB 好像是要另外做選配的 但是如果我們回到中控這邊的 這一個12V的供應器旁邊的USB 則是另外標配給你的 那我們剛剛講到這是自排的車型 現在有很多人都不會開手排車 那這個自排車型也是提供了 我們一些不一樣的選擇 那麼剛剛有講到說 這個車子的後照鏡可以做電動調整 就是在我們這個中控座的地方 那右邊這一個呢 就是這個後照鏡的調整 可以先撥左或是撥右之後 再去調整你要的角度 左邊這個按鈕呢 則是左右兩個電動窗的按鈕 沒錯它有電動窗的設計 不用手搖 那駕駛座這邊還有一個下降 是直接自動下降 就是按一下它就直接降到底 可是上升的時候通通都要持續的按 那這個中控座很大 加上這個副架子座位為什麼會這麼大 原因就是它的這個引擎 就放在這個的正下方 所以德里卡這個引擎就放在這個正下方 其實有開過德里卡應該都知道 所以其實你在行駛的時候 還蠻能夠享受到引擎撕吼的感覺 那這邊的中控座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你把它打開之後 哇它的置物空間超級大 這邊可以放你的一些訂單 或是一些任何反正所有物品都放這邊 而且往上先之後呢 後面還有兩個自杯架 自杯架之後呢還有 再有置物空間 所以它整個空間的利用 其實相當相當的不錯 那麼這一次呢 因為這個武術自排車型是頂級的車型 所以呢它雙前座呢 都有SRS的這個輔助氣囊 一個在安全 一個在方向盤這邊 一個就在這個副駕駛正前方 那同時呢 在A柱的內側呢 還有這個車側的盲點系統 可能要請攝影師帶一下 在這邊A柱的兩側呢 都有一個車側的盲點系統 這個盲點系統呢 除了會有那個閃燈跟警示之外呢 還有這個聲音來做提醒 所以呢都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麼現在我們到後排來看一下 它整個空間表現吧 好 好 等一下 來我們做到後排機來看喔 我先把它關起來好 怕這邊太亮 這個關門啊 有一個小秘訣喔 就是在快關起來的時候 要吃一點力 不然的話 駕駛座那邊會一直永遠顯示 你的門沒有關好 所以我們要暴力一點把它關起來 那在德里卡後座這邊呢 第二排我們講說第二排的座位這邊呢 西部空間應該不用算喔 西部空間就超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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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所以就不用算 頭部空間呢 一樣超級超級大 一樣超級大概三四個拳頭有 因為它這個有特別在挑高的設計喔 所以這是為了在貨的需求 所以整體的這個空間感是相當的不錯 那腳部呢 除了西部空間很大之外 可是呢 你的腳是沒辦法向前伸的喔 但是因為剛剛我講到說 就是前面這邊這一塊都是引擎 所以基本上 你腳這邊呢 稍微會有一點被被侷限住喔 但是整個頭部空間都很棒 然後再來就是前方呢 還有一個冷氣的出風口 其實這個冷氣的出風口非常的棒喔 不是像以前的 只有古風機的那個年代喔 這個是真的是有冷氣 而且這邊還可以調整風量 其實相當的舒服 那 除了冷氣出風口之外 在這個第二排座椅之外呢 其實在車子的整個右側這邊 可能要麻煩甚至轉一下 在車子的整個右側這邊呢 通通都一樣有冷氣出風口 所以不論你是坐在第二排啊 或是坐在第三排 甚至你真的不小心被朋友綁架 丟到後車廂去喔 也是一樣可以享受到冷氣的感受喔 那這個座椅呢 這一次的座椅也算是蠻大的改善喔 除了這個採用透氣皮之外呢 整個它的這個兩側 腿部的包覆性其實還不差喔 那同時呢 這個座椅呢 還可以做前後的挪椅喔 其實這個挪椅的幅度非常的大 所以呢 可以根據每個人的需求來做調整 當然除了前後挪椅之外呢 也有這個 椅背這邊呢 也可以做傾倒的限制 而且它是採 二一的這個分離喔 其實另外這邊都還可以做 獨立的這個 獨立的這個調整 其實非常棒喔 那前面 我們應該說第二排的最右邊 前面還有一個小包包 這個小包包呢 就是打氣機 打氣機跟補胎機 就在這個小包包裡面 那我們就不再另外拆開給大家看 第三排座位空間比較怎麼樣 我現在先爬過去給大家看一下 不好意思啊 一樣啊 就像剛剛講的喔 先把椅背坐前傾 然後呢 再把這個椅子往前攔 就可以順利的進到後排 OK其實坐在後排 後排呢 第三排的這個著作點呢 比較高一點 所以你的視野呢 比較能夠看得到前面 相較於第二排來講 那第三排 也是標準的三個的座位喔 這三個座位其實做起來 依我的體型來看 三個文明應該都沒什麼問題 然後 即便我剛剛講 你的著作點比較高 可是你看你的頭部空間 至少都還有一個多拳頭的距離喔 所以其實 這台得利卡的在空間表現上 基本上是沒有話說喔 那 在第三排這邊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喔 就是呢 中間這個呢 扶手可以放下來 那這邊中間扶手 還有兩個自備這樣 所以整體來講 我們不能說 它的這個內裝啊 豪華程度 但是其實它的功能 跟機能性呢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好喔 那 這台車到底開起來怎麼樣 現在我就 帶著大家上路來感受一下 其實說到這個得利卡 我大概在二十幾年前有試乘過 那個時候就是在那個 幼稚園的時候啊 做這個娃娃車 那我們今天呢 是第一次試駕這一台 小改款後的得利卡 我們先來說一下它的這個動力數據啊 它搭載是一具代號 4G69的直列四缸自然進氣引擎 最大馬力有133匹 5250轉的時候可以產生 那最大扭力有20.4公斤米喔 在這個2500轉的時候可以爆發 那我們這次試駕呢 是5AT的這個自排變速箱 那對比上一代啊 它的這個動力啊 有提升了15% 扭力呢 也有6%的進漲喔 那說到這個得利卡 它的這個超價表現啊 其實它這個跟30年前的設計 其實是大同小異啊 加上這個商用車的設定啊 因此不太可能會給你一些 很驚豔的這個超價感受 尤其你更不能用一般的轎車啊 或是SUV的這種試駕的感受呢 來去跟這台車相比喔 但是這台車能夠給你什麼呢 其實它就是給你很 其實說到這個得利卡啊 我大概在20幾年前有試乘過 那個時候就是在那個幼稚園的時候啊 做這個娃娃車 那麼今天呢 是第一次試駕這一台小改款後的得利卡 我們先來說一下它的這個動力數據啊 它搭載的是一具代號4G69的 直列四缸自然進氣引擎 最大馬力有133匹 5250轉的時候可以產生 那最大扭力有20.4公斤米喔 在這個2500轉的時候可以爆發 那我們這次試駕呢 是5AT的這個自排變速箱 那對比上一代啊 它的這個動力啊 有提升了15% 扭力呢也有6%的進漲啊 那說到這個得利卡它的這個操架表現呢 其實它這個跟30年前的設計 其實是大同小異啊 加上這個商用車的設定啊 因此不太可能會給你一些很驚豔的這個操架感受 尤其你更不能用一般的轎車啊 或是SUV的這種試駕的感受呢 來去跟這台車相比喔 但是這台車能夠給你什麼呢 其實它就是給你一個很強大的一個車體剛性 這個車體剛性呢 連接的呢就是可以讓你有很強大的這個載重的能力喔 相信在路上看到很多得利卡 不論是司機啊或是老闆啊 只要能夠塞得下喔 通通都把它塞好塞滿喔 並沒有去刻意的管它說它的最大負重 但是呢也可以看到每一台得利卡在路上都頭好撞撞的在跑喔 這就是得利卡它厲害的地方喔 它的負重能力真的很強 也就是為什麼他們後面的懸吊呢 是要採用葉片彈簧的方式 如果以一般的這個避震器形式的話 是沒有辦法承受這麼大的負重喔 那另外還有就是得利卡這個結構簡單 所以呢在維修保養上面呢也是它的一個優勢喔 如果說你的車子遇到一些小毛病的話 基本上坊間的修車場呢 都能夠幫你快速的排除跟解決喔 那保養的費用呢其實也非常的便宜 因此作為商務車來講 這個是非常好用的地方喔 那麼如果你有開過上一代得利卡呢 再來開這一代呢 其實你可以發現說 它的這個動力的確是有點提升的喔 不過這個提升呢 僅止於在你靜止到起步的瞬間 會感覺是比上一代更為飽滿之外 那後面還是一樣喔 無限制的這個引擎嘶吼 但是速度卻沒有上來 高轉速的延伸 並不是這台車的這個要點喔 主要還是它的負重能力 那加上方向盤旁邊居然還有一個Eco按鈕喔 基本上我連按都不會想按喔 如果說在一般情況下 動力沒有那麼有特色的情況下 又在滿載的情況下的話 那真的是會跑不動喔 那不過這一代呢 德利卡的改變呢 其實在內裝上面的鋪陳 其實相當的不錯喔 而且用上很多的這個軟質塑膠 讓質感呢有所提升 那最大的差別還是在於座椅的設計喔 透過這個透氣皮啊 還有這個發泡棉的設計 坐起來呢的確舒適度是真的有提升 那這一次呢這個自排車型呢 是頂規的車型 因此呢有前面兩具SRS輔助氣囊 A柱兩側呢也有這個車側的盲點喔 那看不到的部分呢 包括陡坡起步啊 循跡防滑以及車身穩定控制 這一些呢通通都在這台得利卡上面 通通都有喔 那另外呢現在很多年輕人 不會開手排車的 卻又有創業夢 那麼在這一台得利卡來講呢 就非常適合現在這些 不會開手排車的年輕人喔 他除了呢可以載著你的身材工具之外呢 又能夠載著你的夢想 再加上啊這個商用車 這個二手車的折舊率來講 非常的低喔 因此呢你賺了人生第一桶金 第二桶金第三桶金之後呢 再把這台車賣掉 其實都不會覺得虧喔 所以我非常推薦說 如果你真的想要創業呢 有一台自己的這個商用車的話 那麼這台得利卡真的非常適合你喔 OK試駕完這台得利卡之後呢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說 他呢真的是一台商用車的設定喔 不過呢他有很多的變化 像我們今天試的是 八人座的相車的車型 那也有自排跟手排的分別 另外呢也可以根據你的需求呢 改採三人座的這個貨車的車型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說 或許他的這個設計真的變革不大 但是呢也因為這個法規的更新啊 他也迫使他必須去增加更多的這個安全性 這個規範 也讓呢我們在賺錢的時候呢 或許呢也安全上的也提升了不少喔 那麼接下來呢 德哥也會從海外再帶來更多的這個試駕消息 那就請大家敬請期待 那一定要記得訂閱T卡試車頻道 以及我們的這個追蹤我們的粉絲團 那麼就先在這邊祝大家廉價愉快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對 我們下次見 聽到 我們下次見 你呢 我們下次見 感谢观看